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周六旬一句外语不会 靠着骑自行车就去了22个国家 光是自行车就坏了4辆 说的是谁呢 来看 就是他 徐玉坤 徐玉坤说呢 其实他年轻的时候就梦想走遍天下 但无奈那个时候要养家糊口走不开 直到2007年 四个孩子都成家立业了 自己也已经60岁了 他觉得不能再等 是时候上路了 说走就走 徐玉坤把行李往自行车上一坨 插了一面五星红旗就出发了 其实呢 他也做过最坏的打算 那就是自己可能会病在路上 死在路上 但好歹要为梦想疯狂一把 2011年 徐玉坤骑车南下去了一些东南亚的国家 然后呢 又北上去了蒙古国 俄罗斯等国家 虽然一个单词都不会 徐玉坤心里却一点不慌 因为他有一块金字招牌 他用一张大纸板啊 写上急需华语帮助 哎 每当他举着这个牌子站在街头 总会有热心的留学生和华人上前帮忙 后来呢 他又学会了手机翻译软件 即使一个人的时候也能够和当地人简单交流了 徐玉坤计划在今年秋天前往澳大利亚 他希望通过举办旅行图片展 卖邮寄的方式为自己筹到旅费 而且呢 另一位59岁的中医朱新明也被他的故事吸引 决定和他同游澳大利亚 顺道传播中医文化 说完年龄的徐玉坤 我们再来看一看他们 最近 其单车环游世界的中国骑手赖利昆和张慧抵达了意大利 意大利清田华人侨团代表也为两位接风洗尘 以表示对两位骑手的支持 说到这个二人组啊 很有意思 赖利昆今年42岁 广西人 环游世界是他从小的梦想 2009年 他带着130元钱和一面五星红旗就出发了 江湖上从此有了赖哥的传说 而他的队友当时呢 还是体育系二年级学生的张慧 就是在听说了赖哥的故事之后 才找到他组队骑行环游世界 赖利昆说 他们现在已经骑行了48个国家和地区 虽然一路上风餐露宿 几次被打劫 也被狼追过 但好在关键时刻都有陌生人出手相助 有一次半夜呢 他在撒哈拉沙漠迷了路 只能掏出荧光棒来求救 谁知道 这个时候他竟然看到了一团鬼火向他徐徐飘来 赖利昆胆子也真够大的 直到鬼火飘到了跟前 才发现原来是两盏车灯 他拼命地冲过去大叫 最终得救 两人感慨地说 整个骑行就好像是一场爱心接力 那些路上筹到的爱心善款 赖利昆也用来帮助路上遇到的孤儿和老人 他原本计划一路上做100次慈善 现在已经做了31次 希望他能够早日完成心愿 好 再来看美国 最近在圣塔莫尼卡海滩举办的风筝节上 一位104岁高龄的华裔老人成为了现场的大明星 没错 就是他 黄奇耀 原因有两个 一个是他做的风筝购牛 还有就是想知道老人高寿的秘诀 其实经常在这片沙滩上放风筝的人都知道 黄老已经在这里放了很多年的风筝 多年来 黄奇耀做过的风筝无数 最长的无功风筝超过百英尺 从用模具制古到后期的绘画 黄奇耀都是一丝不苟 一做就是一整天的时间 黄老的风筝也有一个特点 那就是通常是很多很多个单个的风筝穿到一起放 十分的好看 很多他的崇拜者都专程来到沙滩上来看望老人 并看他放风筝 偶尔也有拿着一张圣诞贺卡来找老人签名的 您别觉得夸张 这位风筝老人还有另外一个身份 那就是迪士尼动画片小鹿班比的创作者 黄奇耀是广东台山人 九岁的时候移民美国 当时他和成千上万的中国人 被拘禁在天使岛上接受审查 他也是岛上唯一的儿童 原本小时候他的梦想是当一名棒球手 希望能够借丰厚的收入来改变家庭贫困的处境 但他的父亲却坚持让他学习绘画 为了实现让儿子成为艺术家的梦想 黄奇耀的父亲几乎是强迫他 每天练习毛笔字和中国画 那时家里穷的买不起墨汁 黄奇耀就用毛笔蘸水在旧报纸上练习 上初中的时候 一位老师发现黄奇耀的绘画才能 就为他申请到了奥迪斯艺术设计学院的奖学金 可从艺术学院毕业的黄奇耀 又偏偏赶上了美国经济大萧条 找不到工作 只能在中国城的一家餐馆里面当服务生 后来他听说迪士尼要制作小鹿斑笔动画片 就投了稿 他带有东方色彩的作品 一下子就获得了公司的肯定 后来他还为全美顶级卡片商创作圣诞卡 这些圣诞卡也成了很多民众收藏的真品 在这里我们也祝福这位曾经历天使岛磨难 又为迪士尼带来灵感的华裔艺术家 健康 长寿 幸福 目光聚焦马来西亚 最近这段被称作是有史以来最恐怖的恶搞视频 在两天之内就被点击了三十多万次 视频当中一位打扮可爱的女生到驾校学车 虽然教练细心知道 可她总是状况百出 汽车还几次熄火 正当教练准备放弃走人的时候 她请求教练再给她最后一次机会 您猜怎么着 女生突然车神附体 猛踩油门急速飞驰 在训练场不停地做一百八十度的甩尾跳椅 教练们纷纷下错了的瞬间失控尖叫 实际上 这个女生是马来西亚知名的 华裔赛车手陈丽慧 她入行已经有九年了 曾经获得了马来西亚的飘一冠军 调皮的她呢 这次故意是乔装成了出奇菜样 自导自演了这场惊心动魄的打扮 目光聚焦中国广东 在乔乡江门新会 有两千多座华侨一种 收买五主华侨师海 这种独特的殡葬文化 也被称作是华侨史的兵马俑 那么为什么会有那么多 五主华侨的尸骸呢 其实啊 这背后隐藏着一段 华供被掳海外的血泪史 19世纪的时候呢 随着美洲和东南亚的开发 海外列强 为了弥补本国劳动力不足 拐骗贩卖了很多华供去做苦力 尤其是19世纪末 光是每年从香港运到东南亚的华供 就有6万多人 其中很多华供因病或者是因工伤 刻死他乡 他们的海谷被当时的侨团运回国内 由国内的慈善机构安葬 而当时的新会 由于地理位置的原因 不仅成为了运输华侨海谷的中转站 很多无人认领的海谷 也都在新会救济安葬 让人唏嘘的是 一种群中没有权名或者是无名无姓的墓主 不在少数 一些墓碑上不得已是用福德公来表示 死者为男性 连姓氏都没有 每年也都有一些华侨到这里扫墓 祭拜这些终于魂归故里的华公先辈们 好 再来看巴西 最近2015年 拉丁美洲航空航天与防务展 在里约罗内卢举行 共有来自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700多家企业参展 中国防务国家展团 展出了舰船 导弹 电子信息等领域的装备产品 这其中 新一代运载火箭等吸引了 众多参展商和各国代表的驻足为观 好 我们把目光再转回中国香港 近日香港大学助理教授马桂仪 因率先发现了蛋白CD133 可作为肝癌干细胞的标记物 获得了求查前瞻科研大奖 拿到了500万港元奖金 马桂仪说病人的组织内 CD133越高 存活率越低 CD133是肝癌病人 对传统化疗药物产生的这种抗药性 并导致肝癌复发的元凶 据了解 在香港十大致命的癌症当中 肝癌是未来第三 虽然现在研究取得了重大的进展 但要研发出新一代治疗肝癌的药物 令肝癌细胞停止复制 最快还需要十年的时间 目光转回中国 近年来 越来越多的澳门人选择来内地发展 但是他们也担心 在内地无法享受到 与澳门同等的生活保障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广东省恒勤自贸区表示 准备对在恒勤居住和工作的澳门居民子女 实施义务教育 这就意味着 入读恒勤公立小学初中和高中的澳门居民子女 将会接受免费教育 预计相关教育政策半年之后就可以落实出台 我们把目光再聚焦南非 近日经过多方查证在南非进货途中失踪的福建籍侨胞 何大旺被确认死亡 何大旺已经是今年南非境内遇害的第七位中国公民了 高密度恶性事件的发生 似乎给人一种印象 歹徒总是盯着华人 据了解南非目前大约有50万名华人 是非洲地区华人最多的国家 去南非经商的中国人 由于中国制造在南非的价格优势 大多发展迅速 正因为发展迅速 南非的华人商家最容易被歹徒盯上 遭遇盗窃和抢劫 在这里我们也提醒广大南非侨胞 切勿随身携带大量的现金 在雇用员工的时候 尽量避免聘请那些来路不明 或者是来自周边国家的员工 同时和员工要保持良好的融洽关系 目光再转向阿根廷 最近在阿根廷 布伊诺斯艾利斯省提加米诺市的 两家华人超市 几乎同时遭遇了燃烧弹的袭击 据当地媒体报道 两家超市的店主是同一位华人 由于消防部门及时出动 超市除了门面遭破坏之外 没有更大的财产损失和人员伤亡 而在阿根廷的门多萨市 另一家华人超市也险遭入市道歉 两名歹徒在试图撬门进超市的时候 被抓捕了 在这儿我们也提醒 在阿根廷经营自助超市的华侨华人 应该提高警惕 与警方保持沟通顺畅 加强安全防范措施 好 我们把目光再转向泰国 今年以来泰国贾米普吉等地 接连发生了游客逆水身亡 大巴翻车 撞船 还有邮轮爆炸等严重的安全事故 所以在这里我们也提醒 去泰国旅游的中国游客 加强安全防范意识 提高自我安全保护能力 出行前及乘坐交通工具的时候 注意购买相关保险 目光再转向东地问 最近东地问首都地利市 发生了多起涉及中国公民的 敲诈勒索入室抢劫案件 中国驻东地问使馆 已与地利市警局进行了交涉 在这里我们也提醒 在东地问的侨胞们 要注意加强防范 如果遇到了紧急情况 请及时报警 目光再聚焦西班牙 马德里大区移民局历时半年 为当地华商量身打造的系组片 马德里新一代华人企业家 于日前新鲜出炉了 这部纪录片的策划人之一 是一位女记者 当初她找到移民局长的时候 说希望能够拍一部纪录片 让更多的西班牙人 正确地了解吕西华人 了解中国商人 为华人澄清负面传言 她的想法立即得到了 许多人的支持 于是也就有了 现在这部纪录片的问世 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的 第一批华人移民来到西班牙 到现在已经有18万五千多位 华人生活在这里了 其中70%来自浙江青田县 这部纪录片也讲述了 马德里各行各业的 中国年轻创业者 他们在30到45岁之间 他们不仅自己创业 还为当地人提供了工作机会 另外对于华商不交税的谣言 西班牙税务局的局长 在纪录片中明确表示 中国移民是西班牙民众的榜样 他们是所有移民里面 赋税最多的移民 好 再来看法国 近日中国留法人才招聘展 在巴黎开幕 一天的时间就吸引了 两千多名来自中国的学子们 来到招聘会的现场 场面非常的火爆 不仅如此 招聘展还吸引了 比如说法国巴黎银行 达能 利丰集团和苹果公司等 众多国际知名企业 他们都希望能够通过这次招聘展 寻觅到来自中国的高端人才 好 感谢收看今天的全球华人资讯 下期同一时间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